年轄好天气 亲子景点人最多 一早宜兰清水地热公园 就涌现人潮 一家大小灰汗如鱼煮玉米 还是玩得很高兴 体验动手煮时的乐趣 才开远半小时 停车场就快要客门 上高速路那段塞很严重 等六年多上高速路就塞了 一大早就来了 在上国武叫到大前就已经塞了 蛮粗乎一样之外 因为我们六年就出发了 早早出门 就塞车 原来廉价期间 东部成了旅游首选 清晨六点多出门 还是被堵在半路上 廉价首日到底有多塞 棉岩车潮 驾驶们都在路上排起队伍 简直是大型停车场 苏华改苏华端入口处 从清晨五点开始 已经涌现车潮 车速一度只有三十公里 停等车流大约有二点五公里长 警方也赶来管秩序 加拍超过两百多名警力 述到交通 首先看到国武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 南向车流出现了 那这股车流 预计会到下午的三点后 才会得到疏解 国武的民众们 南下的话 你可以考虑下午五点后再出发 从高工局预判来看 国武端午节 当天就可能连塞十个小时 往南走 花莲的人水隧道 稍稍舒缓 今天车流量都还算舒畅 没有出现塞车 提醒驾驶们 想要顺畅无比出游 还是得避免尖峰时段 提前确认路况 才能让出游玩得更尽兴 华石新闻 宜兰花莲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石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